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铃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建立跟踪系统,不盲目投放,他表示,谷歌不再是,仅仅限于效果营销,随着互联网的技术发展,营销的时间轴发生了变化,从让客户获知到影响,它所决定,一直到它忠诚度的培养,品牌的培养,都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手段实现。 据了解,本届大会已于今日,在长州武京区假日酒店隆重召开,会议围绕,实体经济如何,届时电商,年会主题,分别就,B2B2,零激活实体电商,贸易商,转型B2B交易平台,实体企业的,二次创业,与创新,等话题,进行了务实探讨和交流。 会上,白勇发表了主题,为海外搜索营销的,不同玩法的演讲,Google大中华区,渠道业务事业部,总经理白勇,以下是演讲实录,主持人,各位来宾,大家下午好,今天下午的论坛,是我们的分论坛之一,第一位嘉宾,是非常厉害,他就是来自于,谷歌大中华区,渠道业务事业部,总经理白勇,他和我们分享的主题,是海外搜索营销的不同玩法,互联网,发展到今天,我觉得,对中国的企业来说,从成功案例也好,从数据来看, 浓缩成三个机会,第一个是,真正是一个全球的市场,眼光可以充分放开来,不再是欧美,可以去任何一个国家,任何一个语言,只要有互联网,第二个,早上很多嘉宾,也讲到,对中国的,很多企业来说,不管你有多大多小,很多地方,你可以利用互联网,先入为主,创造自己的品牌,大家都知道,品牌对你的利润,对你长久发展,都非常重要,以前,我们做不起电视广告,也杀不进传统的媒体,但是互联网,能给你们, 带来一个机会,最后,有非常非常多的数字技术,人在这方面,非常厉害,我觉得大家可以,充分地利用这些技术,非常精准地找到,你的客户和市场。